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自己的歌声 呼吁两岸和平统一 这首《我是中国人》是刘乐妍自己创作的歌曲 现场宣传车上 刘乐妍身穿国旗图案T恤 手举话筒 声琴并茂地演唱了这首饱含爱国情怀的歌曲 《一路高歌》 歌声响彻宝岛大地 刘乐妍 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歌星 演员 歌手 模特 主持人 前女F4成员 这些都是她的标签 但人们更愿意记住的 是她的爱国情怀 在宝岛台湾 演员 歌手 模特 主持人到处都是 而爱国且敢说 敢做的爱国女歌星很少 我们来看看刘乐妍的爱国言行 相信头条号的条字们还记得 早在2017年1月 我国辽宁舰穿越台湾海峡 引发岛内一些人的恐慌 刘乐妍在脸书发表文章 她说 我实在不懂 就算辽宁号开来台湾海峡又怎样 她喜欢逛逛看风景 就让她看哪 人家不过是路过 巡逻呀 她要打也是打美国 我们瞎逼逼什么呀 又不会打我们 我们就不要台独就好了 台湾人只要是中国人 他们就永远不会打我们 而且会保护我们 除非台湾不再当中国人 他们其实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 来保护我们 但是若我们把他们当敌人 先动手打辽宁号 那活该台湾就要被灭了 同年 她公开支持洪秀柱 参选国民党主席 在微博中 发表给台湾人 文中写道 今天就凭我现在 拿着台包正在外面 我感觉到大陆同胞 对我的善意 我就知道 我们和大陆人是一家人 大陆人对港澳台同胞的友好 真的不是像你们误解的那样 如果大陆武力统一台湾 最后损失的只是我们自己 大家都有房子 有车子 有家吧 有心爱的人吧 有人希望死人吗 中国人杀中国人 历史的悲剧要重演吗 言辞中既有忽 也有对台独者控诉和结问 刘乐言坦言自己 对中国军队并不了解 但他却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超帅的 因为在一次拍戏的过程中 他亲眼目睹 退伍军人的身手 事后他说 他们是第一次演戏 看起来瘦瘦的 貌不惊人 但没想到 一开拍 翻 滚 跑 跳 画面超级帅且一次就通过 而我是女主角 却被导演骂成狗 我赶紧跑过去问 你们是武行的吗 结果他们说 他们是退伍的 人民解放军 我好惊讶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们超帅的